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日,欢迎收看万维微播,我是Cherry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赴美机票预订量同比下降一半左右 而且中国政府公布预告信息将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 因此有分析认为,中国对美国正式展开非关税报复行动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 10月1日至7日中国国庆长假期间赴美机票预订量同比下降42% 而且截止9月,今年赴美机票预订量也比同比下降17% 中国政府于已经发布将召回上海通用汽车生产的3326725台汽车 召回对象为2013年至2018年生产的别克、雪佛莱及凯迪拉克等品牌汽车 这是中国实行汽车召回制度以来对单一企业采取的最大规模召回措施 车辆被召回的原因是其刹车踏板存在安全隐患 但至今并未发生相关事故 美国杂志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内部关于召回官员子女的消息 这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 报道称在川普发出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这样的言论后 中国政府开始了行动 中国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告诉他们称 近来一份禁止高官子女去美国留学 让已经出去的子女年内回国的内部文件出炉 文件称 据这位消息人士分析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害怕这些人被美国以调查间谍嫌疑为由当做人质扣押 一个是因为他们每年为留学支付的学费对美国经济的好处 文章称 习近平主席的独生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念书 中美关系友好的时候美国政府还会加以照顾 不过现在川普很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方式 美国国防官员周一告诉美国之音五角大楼 由于中国国防部长不愿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 而取消了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 这次出访计划并未最后落实或正式宣布 这位国防官员说 五角大楼在试图安排马蒂斯与中国部长魏凤和会谈之后 上周末决定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马蒂斯取消行程之前 中国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沈金龙 推迟了本来安排好的两军会谈 并拒绝了美国军舰下个月到香港靠港的申请 此外 美国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次航行自由行动 川普授权对台湾进行13亿美元的军售 并最近对北京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进行制裁 也导致了两国关系紧张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 中国国务院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 以及大批国家领导人参加 多名退休中共元老也亮相 根据9月30日的中国央视新闻视频来看 中国国家前副主席李源潮和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范长龙 并肩而坐 共青团出身的李源潮在中共19大未满68岁 就卸任政治局委员 今年两会落退 有比他年长的王岐山接任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在两会后已经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 由于美中重启贸易谈判少有进展 摩根大通预估美国将对所有的中国进口产品调高关税 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贬制于10年来最低水准 诺曼德在内的策略师在9月28日的报告指出 摩根大通已采取新机制 假定美中贸易战终将演变成美国会在2019年 对所有中国产品科征25%的关税 报告说 随着中国推出刺激措施 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成长预估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然而弱势的人民币会成为新平衡状态的一部分 根据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在面对贸易威胁之际 可能会追求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支撑经济成长 不太可能大举干预应随之而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美国与加拿大谈成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名称可望改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维系住美加墨三国自由贸易区架构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导 川普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表示 这是美墨加三国的重大胜利 实现总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竞选承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协定 是川普总统的伟大胜利 肯定了他的国际贸易战略 加拿大和墨西哥双双屈服 愿意在和美国这个主要出口伙伴从事贸易往来时 受到更多的限制 因川普扬言不惜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年多前和华府展开谈判 注定已让步告终 而在最后一刻达成的协议大致维持不变 也并未破坏供应链 两国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根据英国等多家媒体证实 马云已不再是阿里巴巴的主要可变利益实体的所有人 这些可变利益实体持有公司在中国运营的执照和某些资产 根据阿里巴巴本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F备案显示 控制权已从马云和联合创始人谢世皇 转交给了5名未透露姓名的新所有人 华尔街日报称 阿里巴巴周一称 上述变更是为了减轻马云的行政负担 已在7月份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 披露了这一消息 阿里巴巴对此消息进行确认 并称此举将保证阿里合伙人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减少关键人员风险提高VIE实体股权的稳定性 此次调整不涉及阿里巴巴集团层面的股权调整 马云仍将担任阿里合伙人 并继续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但目前阿里巴巴并未就心思偶人做出具体的回应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